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本次的公決案民進黨黨團主張 有關於國人出國使用的護照 長期以來大家都已經很習慣 上面標注著以漢字寫的中華民國護照 並加注英文Republic of China和Passport 這些字樣再加上在國徽法當中 並沒有明白登記必須放在上面的國徽 就構成了國人出國使用的護照 也形成了國際間對台灣的認知 在2003年由於Republic of China上面的China 讓國人出國頗受困擾 常常誤以為跟對岸的中國是來自同一個地區 尤其最近武漢肺炎期間 中國的旅客在國際間處處遭到海關 甚至其他相關人員認為是帶有可能性的傳染源 因此國人也在這裡受盡了委屈 在2003年當時我們加注了台灣 以便其他國家的海關人員或其他 查驗本國護照我國護照的其他官員 能夠清楚的識別我們是台灣我們不是China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仍然最近實有所聞 國人在外一直被當作來自中國而可能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歧視 因此在這武漢肺炎期間在野黨也提出了希望對護照的封面外觀 應該更加去凸顯台灣 這樣的意向民黨團認為以目前護照條例以及護照條例 以及護照條例實行細則並沒有具體規劃 應該護照封面上應該呈顯是否包括英文 其實事實上大家認為護照上都要有英文的這個 習以為見的觀念其實跟事實是有出路的 全世界198個國家當中非英語系的國家有156個 其中有將近五成有71個國家的護照上沒有任何的英文標示 因此臺灣的護照國人的護照上是不是要標示著Republica China 有這個China這樣的字樣其實並不一定 甚至有些國家的護照連國名都沒有具體的標示 像瑞士的護照以瑞士的四種官方語言加上英文 標示的內容就是瑞士人的護照 因此在我國人的護照上面如何去凸顯出臺灣的意象 比如說有人主張要放上臺灣的地圖 其實潛力也有 薩爾瓦多的護照上面就是放著中美洲統合體的圖樣 中間標示著薩爾瓦多國家的地圖樣貌 所以護照的外觀到底要不要放入英文 到底要不要放入圖灰 到底可不可以放上國家的地圖形象 每個國家各自有其做法 目前國內的法律沒有任何明文的規範 因此呢有鑑於國人在國際旅遊 時常遭到跟China混為一搖混為一談的誤解 因此民進黨團在這裡提案申請公決 希望呢要求行政部門 未來在每年護照定期的增心的時候 能考慮在下次改版時能夠放大臺灣的意向 以便國人出國旅遊不會再遭到誤解為是來自China 來自中國也讓臺灣的國際形象更加的清楚 台灣能夠幫助國家 幫助世界成為國際社會的議員 在這裡我們主張請大願公決 謝謝 現在進行大體討論 依登記順序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